- 現實交換活動 - 現實交換活動 - 現實交換活動 - 現實喔 注意喔 是現實交換活動喔 - 時間是限到什麼時候 - 從即日起到 - 2018年7月4號 - 的禮拜三維護前 - 就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- 那這一次的這個活動 - 的期間對不對齁 - 你只要抽卡和合成 - 去取得的 - 英雄變身卡片 - 就可以收入至 - 替換卡片目錄 就是可以拿來換卡片 - 注意喔 是這一次活動 - 而且只限英雄 所以只有紅變可以 - 其他都不行 其他都不行 - 那每一張卡片有五次的機會 - 可以用藍鑽去換隨機的卡片 - 基本上對我來說 - 我的認知對妖精來講 - 是一個福利啦 為什麼 因為 - 妖精的變身的數量比較少 - 所以這個 - 替換卡片的功能 - 我覺得對妖精是比較有利的 - 因為其他很多 - 近戰或者是法師 - 基本上大略都可以通用 - 唯一很難通 - 就不是很難 - 是沒辦法通用 - 就是妖精的部分 - 所以這個系統 - 我認為 - 對妖精來講是蠻吃香的 - 當然如果你有其他近戰 - 你可以變其他近戰 - 例如說你想要 - 傷害減免 - 你如果換個克特之類的 - 或者想要跑比較快 - 換個巴風特之類的 - 所以一個人喜好去換啦 - 那 - 替換卡片目錄 - 關閉的時候 - 你也可以藉由下面的圖示 - 再次開啟 - 沒有卡片可以換的話 - 圖示會消失 - 因為它只能換5次 - 在地圖的左邊 - 右上角有個小地圖 - 在左邊 - 這邊有個替換卡片的按鍵 - 那替換的次數只有5次 - 只有5次 - 每一次的價錢就會遞增 - 一三五七一萬 - 一千三千五千七千一萬 - 所以最多你會花到兩萬六 - 那兩萬六可以有5次機會換別的紅便的話 - 我個人認為是OK的 - 那 主要的問題是 - 你現在有沒有辦法在這段期間之內 - 合到紅便或者是抽到紅便 - 這個才是比較大的問題 - 所以各位請依自己的能力許可去考量 - 說你要不要去抽這次紅便 - 之外 - 再另外花最多兩萬六的錢 - 再去換 懂嗎 - 你一開始可能抽合合成嘛 - 那如果抽到的話 - 後面還要再花兩萬六 - 所以這個錢你要稍微估計一下 - 最多我們想到最差的狀況 - 你可能最後換完什麼都沒有喔 - 這個你要想清楚喔 - 你要想清楚喔 - 那他這邊也是提到 - 注意是這樣 - 只有英雄可以替換 - 那不是活動期間內的話 - 沒辦法替換 - 這我剛有提到 - 那你卡片替換完 - 而且確認之後 - 那卡片就不會 - 不可以再次替換了 - 所以你如果有很多 - 抽到很多紅遍 - 你可以 - 例如說我第一張 - 我可以重新抽卡 - 第二張重新抽卡幹嘛的 - 那是 - 我可以挑我要的再按確認 - 這邊下面有個卡片確定的東西 - 所以你卡片還沒確定之前 - 你都可以再放著看看 - 那如果你就一張 - 那你又是 - 妖精像我妖精 - 我原本是近戰換成 - 任何一個員工的話 - 我的建議就按下去吧 - 因為你可能再按一次 - 會變成近戰了 - 我的建議啦 - 那是一個人喜好啦 - 因為你有五次的機會嘛 - 對不對 - 有些時候賭性堅強 - 你可能 - 會忍不住再多按一下 - 那這個你自己要評估一下 - 那踢完卡片目錄裝的變成卡片 - 暫時無法當作合成的材料 - 所以你抽到的話 - 你也不能當合成材料 - 也不用擔心 - 因為就是紅遍的 - 懂嗎 - 你要當合成材料 - 那就等一些 - 等到那個 - 七天吧 - 投起 - 不是投起啦 - 等七天過後有沒有 - 我們再來合吧 - 那它也不會新增到 - 變成卡片的收集品 - 所以這個不急了 - 只有一周時間我覺得還OK - 齁 - 那這邊有提到說 - 替換卡片目錄裝的卡片 - 每張分別可交換50 - 次數變為0 - 就是 - 除了變為0 - 跟你確認之後 - 卡片都不能再換喔 - 懂嗎 - 那活動完的話 - 功能就關掉了 - 功能就關掉了 - 那活動期間的部分 - 如果你 - 繼續停留在 - 替換卡片目錄裝的卡片 - 對不對 - 你結束了 - 活動結束了 - 你還是無法換喔 - 因為它防止你作弊 - 為什麼 因為 - 例如說我卡在那個 - 替換卡片目錄中的 - 那個畫面之類的 - 不過 - 這個有點矛盾的是 - 它說活動期間結束後 - 它是這邊有提到是 - 維護錢嘛 - 所以 - 我認為應該不會有這個bug吧 - 可能只是預防吧 - 如果這個部分 - 解釋有問題的話 - 歡迎 -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- 它這句話到底是講什麼 - 因為 - 結束了那我 - 伺服器應該是重開阿 - 禮拜三伺服器應該重開 - 所以你應該很難打 - 還會再停在那個畫面 - 所以我不瞭解這個 - 這邊解釋的狀況是什麼 - 結束後 - 能在那個目錄中的卡片 - 將我把進行卡片交換 - 整領取該卡片 - 這個 - 我就不太理解 - 可能怕有bug吧 - 那如果你是 - 等級80 - 成就獎勵獲得的那個 - 紅便宮 - 跟紅便警衛 - 也是沒辦法進行卡片交換 - 這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- 天上騎士 - 曬巴斯迪安 - 覺醒炎魔 - 死亡騎士 - 焚焰 - 死亡騎士的黃金 - 格鬥家男跟女 - 也是無法透過交換功能獲得的 - 這是屬於比較特別的幾張紅便卡牌 - 大概是這樣 - 請記得 - 依照自己能力許可去考量 - 你到底要不要抽 - 跟合成 - 之後 - 再來考量 - 要不要去 - 換 - 懂嗎? - 它有個順序喔 - 你一定是先抽嘛 - 看有沒有抽中 - 沒抽中看有沒有合 - 那合了看有沒有合中 - 沒合中之後再來提換 - 所以你的機會是蠻多的 - 呃 - 是蠻吸引人的一個活動啊 - 這個部分的話 - 我可能會考量 - 如果有要抽的話 - 再跟大家通知 - 再跟大家通知 - 好不好 - 以上是這次英雄變身 - 現實交換活動的這個介紹 - 我是平白信 - 我們下次見 - 掰掰 -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- 請記得右下角按個訂閱 - 右下角按個喜歡 - 訂閱 - 訂閱旁邊的鈴鐺按鈴鐺 - 隨時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 - 我是平白信 - 記得分享給你們好唄 - Jacques .- 在和 Sverige - 感謝 - 師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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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